原来跑在最前头的是一名年约19岁的灵性警专生 一次在新北市永和买春结束之后 竟然还想要把这个买春的4300元给偷回来 被女子发现之后就求救 这时好几名黑衣人闯出去要把这名警专生给掳走 再到了这个桃源归山才将人释放 警方在今天清晨5点多接货报案之后 陆续在新北市树林三重还有卢州 逮捕了这个26岁蔡姓主贤以及总共7个人盗案 让我们听一下警方初步说法 警方调查这名被掳了被害人是一名警专生 一次之前透过交友的APP来进行买春交易 事后又一次想要要回他应该要付的钱 才遭人殴打 目前已经是由警方来进行侦办 而警专初步回应 这名警专生罔顾校规以及团队的荣誉 行为偏差 将会依照校规予以最严厉的开除学籍处分 至于这些案件 警方认为还有共犯目前还在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